我猜你一定看过很多图片压缩的视频 这些教程教你如何把图片体积变得更小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如何把一个图片 无损地进行放大呢 从而获得更多分辨率的图片 你的电脑和手机里面 有没有保存一些老照片或者黑白照片 你有没有想过对这些黑白照片进行上色 进行复原 而这个视频我会告诉你如何去做 这次我们借助这个网站来实现这两个功能 首先我们来对图片进行无损地放大 我们选择提升图像 我们选择一个分辨率比较小的图片 点击添加 之后我们设置输出的分辨率大小 原图是42K 我们点击开始 图片处理好以后会自动进行下载 处理后的图片变成916K 它的分辨率变成1000x1000 接下来我们尝试对黑白照片进行上色处理 我们选择一个黑白照片 接下来我们选择人工智能的训练模式 因为是人物 我们选择自然与人 渲染因子越大 图片的质量越好 我们选择30 点击开始处理 我们下载 我们查看一下 这是两张照片的前后对比 这时我突发奇想 黑白照片 人物 那么如果我选择一个黑人照片 看一下处理结果会是什么样 我们选择一张刘一飞的黑白照片 我们对这张照片进行上色 开始处理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刘一飞的黑白照片 上色处理以后 效果如何 只能说 这个图片处理过了没有 怎么还是黑白的呀 最后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不要忘了收藏加关注 我们下期将分享新的内容 我是格物时间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